謝謝,歡迎光臨,不好意思喔,謝謝 所有的這些議題 那因為這個議題雖然是一顆雞蛋的進口 但充滿了很多的專業 所以我們要把過去所有外界的質疑 一併的來講清楚 因為現在就是說 像最近在野黨團他們都會對雞蛋這個事情來攻擊 甚至有人說這是爛蛋 然後昨天國民黨也說就是票仇城 民進黨就是支持陳吉仲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過去三個禮拜 許多針對雞蛋的專案進口 海山倒海而來的汙昧抹黑不是事實 舉例來講 進口的雞蛋都有一定的相關的保存期限 那相關的規範 那我們也都有告訴業者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這種 我剛剛講的抹黑不死的消息 比如說我跟超師 他多年好友老公過世這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不死事實 他30年前往生我還在念研究所 所以類似這種不是事實的 我們當然會用專業來釐清 那我們也會捍衛我們的這一個雞蛋的專案進口 我們是為了讓消費者吃得到買得到蛋用平價 我們也是要照顧到農民 關稅營業稅都沒有讓它調降 這個是讓消費者農民都受賄的最好的政策 但最辛苦的就是農業部和續產會要來執行 否則我們只要讓它調整這一個相關不一樣的做法 那答案就會不一樣 好 是それでは再次賃部 這裡坑 看到焉酒 我們在這些沉浴